朋友们,大家好 8月27日,有网友发帖称 网红撒尿铁头已被警方抓获 并且晒出了一张杭州市公安局 并将区分局的扣押决定书 27日下午,新闻记者从杭州警方处获悉 撒尿铁头确实已经被控制 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 新闻记者尝试拨打撒尿铁头的电话 但电话无法接通 撒尿铁头,真名懂某名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5年11月 公布的一则湖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显示 被告人董某名,细浙江省戴山县人 因犯开设赌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四万元 现在,中共警方回应撒尿铁头被抓捕 设敲诈勒索,确实已经被控制 案件正在侦办中 杭州警方通报 2024年5月,铁头等人 以报黑料香威胁 向某带货主播 索要数百克黄金 并许诺交付后予以保护 经多次交涉后 主播向其交付了大额钱款 紧情通报 近日,我局对董某某 网民铁头等人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依法立案侦查 经查 2024年5月 董某某 薛某 许某某等人 金和某 以报黑料香威胁 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 并许诺交付后 将提供保护 经多次交涉后 获得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 目前 董某某等人 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2024年8月27日 8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稿 宣布将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学生 8月27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 维护教育惩戒权和管教权 消除部分教师的无力感 网上流传一张摄影图片 上面显示 清华研究生 2024级研究生新生 共9926人 新生党员4040名 占比41% 平均年龄24岁 年龄最小的新生18岁 真是令人吃惊 今年清华研究生 居然录取了差不多1万人 老牌撤评人袁启聪 因为拍摄华为电动车的测评视频 得罪了华为公司 不但他的网络账号被封禁 而且 他还被华为要挟 说要去法院告他 下面是袁启聪写的贴文 又来了 现在威胁起诉我 我下午又借了一部车 已经可以完美复现 之前紫色车的车尾抛移 我也清楚明白 其中原因是什么 诱因是什么 我也把相关的情况 和同在现场测试的 响截工程师沟通了 告诉他怎样的操作 会引发这种状态 并且 这种姿态不是普遍的 对比几款车以后 响截S9是表现相对差的一步 如果发现一个问题 对车厂是负面 就属于造谣 要被起诉 这是什么世道 无中生有才叫造谣 例如我用电脑作假 夸大车身姿态 而通过试车 发现这部车 在特殊工况下的姿态异常 这属于发现了一个事实 这如果也可以起诉 我不知道是一步怎样的法律 放马过来 法院见 在一则上学要抽血 咽血的新闻后面 有一位网友发帖说 昨晚 我妈在电话里说 最近我老家附近的 张州是张浦县 一天丢了七个孩子 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还有一位网友出了点子 抽血之前 喝点酒 吃点烧烤 早上不要空腹去抽血 多吃点辣的 这样检查 就会不准确 有网友在知乎上问 很多地方把为人民服务 改成了为大局服务 请问这两者有啥区别 有网友回答 其实没啥区别 主要还是怕你误会 你有可能误会自己是人民 但应该不会误会自己是大局吧 网上流传着一张截图 上面有网友说 令我震惊的一种新型裁员方式 领导带着要裁员的员工团队 基本都是十年以上的老员工 去KTV 酒驾 嫖娼等违法活动 然后 自己举报自己 被抓到后 公司在以这个名义辞退员工 为公司节省大笔的裁员费用 某些国阳企 老企业 都在以这种方式在操作 真的绝了 听说某企业 以这种方式裁员两百余人 一分赔偿都没出 真的绝了 我一个朋友 是领导拉去打牌 寻思给领导输点钱 讨个好关系 结果进坑了 公司几十个人 都被零成本裁员了 真是令人震惊的裁员方式 据格隆会电报报道 央行主管媒体发文 让房屋保险 同汽车保险一样普及 格隆会8月27日 中国央行主管的 金融时报文章称 2040年前后 近80%房屋进入中老年 在实用上 要像汽车一样 建立房屋的体检 和保险制度此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霓虹 曾提到这一点 引发行业广泛关注 在湖南省副省长蒋迪飞看来 房屋保险应像汽车保险一样 成为我国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他认为 房屋保险本身 就是对房屋安全事故事后补偿的根本保证 应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 商业性保险为补充 完善房屋保险体系 中共土匪搜刮明知明高 总有一个好听的说法 为了你们好 一位网友说 我在深圳干过业委会 知道无论是一手二手业主买房时 都有一笔开发商樱角的住房维修基金 以及各位业主 日常交纳的本体维修基金 每平米 每月几分到几毛钱不等 这两者都是俗称是房屋的养老金 用于房屋及小区修缮的费用 资金一般监管在住建部门 但是 一般都被挪用 甚至变相形势被掏空 法律实际不支持 成立监督物业 及相关管理部门的业委会组织 基层矛盾重重 所以在土地出让金 所得税等等重税均由购房者承担 一房多吃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对业主增加税负负担 就太无耻了 收房屋养老金 背后的真实原因 可能是几十万亿维修基金 已被挪用亏空 参考养老金被挪用的情况 原先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 新房成交频繁 维修基金不断有增量 买房必须交 个人维修要动用的时候 却重重障碍 所以使用率不高 这么大的存量资金 唐僧肉肯定有人惦记 当新房子卖不出去了 大部分人选择能住就住 住房使用周期长了 就要维修 维修基金的亏空 就要暴露 所以用养老金蓄上 中国各地的粮仓着火 必然是为了屏障 收养老金也是如此 一位网友说 京城十万餐饮 威力线上挣扎 除了主动加入价格内卷站 从单店到连锁餐厅 许多餐饮企业 也在主动求变 2023年下半年 张一文发现 北京餐饮市场突然出现变化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他经营的一家日式烤肉店 月营业额从150万元以上 滑落至100万元左右 而进入今年后 这一趋势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加剧 月营业收入已逐步缩减至70万元左右 目前餐厅每月的净利润 相比去年上半年下跌了近80% 这家烧肉店开业于2018年 客单价曾超过1000元 商务宴请的客员超过50% 熟客包括企业高管与娱乐明星 但张一文发现 去年下半年至今 客单价在逐渐下跌 熟客来的频次在减少 也开始出现客户自带酒水的情况 张一文是餐饮业老兵 从20世纪90年代 就开始投入餐饮业 曾经在北京成功经营过 数个餐饮品牌 现在 他必须做出调整 以应对市场变化 一个半月前 张一文在平台 推出了面向白领人群的 588元的双人套餐 近期 他又准备在午餐时 推出68元到88元 每份的牛肉汉堡套餐 现在 他的理念是 苍蝇腿野食肉 今年以来 低价竞争营绕在餐饮业 各大餐饮店 如接力班推出系列低价套餐 或主动降低餐食价格 如今 竞争导致的结果已逐渐显现 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北京规模以上 今年营收1000万元以上 餐饮业利润总额1.8亿元 同比下降88.8% 利润率低至0.37% 小调梨汤市场营销总监刘正说 为了维持日常运营 餐饮企业的净利润率 需要保持在5%到10% 如果餐企持续低于这样的利润率 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决策 都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 即使是连锁餐饮企业 在这样低利润率下 也必须关闭亏损较大的门店 有网友发息说 为什么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我们公司在山河四省其中之一 在县城里是纳税前五 平时各个部门的安排和来往 就不多说了 年初税务局通知我们说 你们去年纳税额照以往少了很多 赶紧自查 然后补交吧 我们老板赶紧解释说 因为去年的营收跟以往相比少了很多啊 可人家根本不听 给了个指导价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不听话 我们就自己来开展工作了 最后找了一些关系 在指导价的基础上打了三折 事后得知 县里几乎所有叫的上门的公司都补交了 后来我们老板跟当地人喝酒聊天 透露出想把公司从县城迁到江苏某地的意图 没过两天就被上门警告了 请问这种环境之下 还有几个人能安安心心做生意 其实与加税比起来 下面这个套路 才榨干了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滴血 而且完全无解 一 职能部门来检查 工作人员很敬业 列出厂里十项不合格的地方 说你们可以暂时生产 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前整改完毕 你要求通融 对方一脸正色一整言辞 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 你整改好了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然后饭也不吃就走了 二 正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整改时 有人上门要帮你搞技改 其实就是卖设备 来人拍着胸脯道 买了设备肯定能过关 你看某某厂就是我们做的 过关了吧 三 于是去了解了一下市场正常价格 发现来人报价超高 但对方大喇喇地道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能包你过关 别人包吗 这里面的情况你懂得 四 无奈买下设备 再次深合 过关 五 下次 只能部门换人了 又重复来上这么一个循环 直至将你榨干 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他的社保交费截图 说 社保交不起了 记得去年还是8700多元 今年到9216元了 去年社保局的人告诉我 每年的9月后会涨价 让我们9月之前买 没想到这才8月呢 就涨价了 真想哭另有网友跟帖说 比河北便宜200 真贵啊 你这也不包一宝的吧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尼泊尔要求中国 免除2.16亿美元机场建设项目贷款 尼泊尔政府 正式要求中国将2.16亿美元的伯克拉机场建设贷款 转为赠款 将债务一笔勾销 由中资成建的伯克拉机场 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 去年 该国反腐机构对该项目展开调查 中资造价高昂 质量低劣 并令借贷国负债累累的基建项目 已在多国引发质疑 昨夜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价值14亿美元的 近300枚导弹和无人机 80%被击落 碎片中 发现有器件属美国制裁产品 怀疑是由中国转给俄罗斯的 乌军创纪录的轰炸了 3000公里外的俄罗斯阿米克炼油厂